所以接下来呢 在南韩的民众就要来戒备了 很有可能9月6号 这个台风就会登陆釜山 详细状况交给记者吴轩彤 第11号台风轩兰诺 虽然现在是已经离开了台湾 但当时他登陆台湾的时候呢 他的冰冰角角是有插边到我们的东北角 是有造成相当大的雨势 虽然没有太大的灾害 所以整体上来看 还算是一个好的台风 但是他一路往北走之后 会经过朝鲜半岛和日本 可能对当地就有非常严重的影响 首先我们先来说韩国的部分 宣兰诺台风恐怕会成为 史上清韩最强台 怎么说韩国气象厅就说了 其实在上个月的时候 大家还有印象 强降雨是造成了当地的洪灾 而这一次的宣兰诺 来袭他的降雨强度 可能也会与上个月的暴雨相当接近 而且还会创下有记录以来的强风 涨超期五号六号 恐怕就会有严重的威胁 那么也对大家来看到 到时候他如果九月六号 登陆了釜山之后 他的中心气压约九百五十百帕 而他近中心的最大风速 是每秒四十三公尺 虽然在台湾的划分上来讲 他可能是中台的等级 但是在韩国的气象厅 已经是到达强台风的等级了 那么韩联社 他们也特别说到的是 这宣兰诺台风恐怕在南韩 产生历史性的影响 所以也呼吁在南韩的民众 要特别留意防灾防御 那么另外一方面 霞带强风豪雨北上的 宣兰诺台风 也预估了九月六号那天 也会威胁到日本九州 继续请教选通 第十一号台风宣兰诺 离开了台湾之后 目前所在的位置 是在东海左右的位置 我们可以看到 他其实未来会影响到的 当然就是日本和南韩的部分 当然还包含像是中国大陆 而我们现在讲的是日本 先看到在九月五号的时候 他会先首当其冲的冲击 冲绳地区 到时候这个地方 会有强烈的台风 而在九州的北部 最大瞬间风速 可能还会来到每秒三十五公尺 而在冲绳和九州的南部 比较少一点 估计是三十公尺左右 而在降雨部分 九州估计累积雨量 会达到一百二到一百八十毫米 冲绳 延美四国则是一百五十毫米左右 再来看到在隔天九月六号 在九州北部的部分 则是估计会有四十到六十秒的风速 这相当可观 因为是达到了一个强台的等级 那么在九州南部和四国 则是估计上看也会来到三十五公尺左右 再来降雨部分也持续带大家来关注的是 四国估计累积雨量会来到三百到四百毫米 而九州东海则是上看三百毫米 最后在禁机地区 也可能会有两百毫米的雨量发生 所以还是要提醒 在防风防雨的时候要特别的留意 从轩兰诺的路径也看得到了 很可能会对这个大陆沿海地区也带来影响 特别是上海这边航班的请降 再请教玄桶 第十一号台风轩来诺 当时它的暴风圈触碰到东北角的时候 虽然是有带来大量的雨 但是并没有特别多的灾情 反倒是让我们的水库进涨不少 而未来几天的天气 我们也带大家来关注 而台风远离之后 其实会吹向偏西南风 所以到时候在南部的地区的民众 高频地区 雨势会比较大一些 那么在过了明天之后 在九月六号和九月七号 也就是礼拜二礼拜三 相对来说全台湾的天气 都是相对比较不稳定的 所以全台都有可能 会有降雨的情况发生 而到了礼拜四到礼拜日 中秋佳节 这个时候也是天气相对来说 比较不稳定 而且也比较难预测的 所以未来也会持续的 来跟气象局这边 来做一个滚动式的 来调整它的气象资讯 再来要对大家更了解的就是 这个强台宣兰诺 它目前所在的位置 就是在东海的附近 我们可以看到 它的未来走向是 往日本和朝鲜半岛的方向来靠近 但是在中国大陆 仍然是严加戒备的 首先先来看到 它现在的移动速度 是每小时二十二公里 跟在台湾比较起来的时候 是比较快一些 而它的中心最大风速 则是来到每秒五十一公尺 相当于十六级风 还是强台的等级 气急暴风圈半径 也还是三百公里 那么中国大陆又是怎么说的呢 他们说虽然这台风 不会登陆到浙江 但是在未来两天 华东沿海地区 可能会有较大的雨势 所以像是浙江的防汛防台 应急响应也升到了三级 也呼吁说海上作业的人员 应该要及早地撤离 掌握全球情绪 国际新闻 全新选择 YT频道 TVBS国际plus 扩大视野 欢迎订阅并开启小铃铛